冬天到了 家家户户都做小咸菜 配小米粥 今天我们就做的 羊角辣椒小咸菜 这次回来我发现这些辣椒长得不一样 这里边还有麻花辣椒 这些羊角辣椒跟以前一样 这个麻花辣椒比较大颗 因为前一天晚上洗好了 现在次力温度是18度 所以放一个碗上自然凉干 这个辣椒有多种的切法 你可以切成细细的长条 也可以直接这样切 里边的种子如果不辣就不用剃出 尝一下如果微微的辣 中间就剃掉不要了 今天我们只做了这一些 如果要做一大咸菜缸 就按我以前的做法 今天这是马上做 马上吃 所以不需要腌制一天 小朋友谁在炒 这些都切完了放在盆里 不需要先加上盐巴来腌了 看都干干爽爽的 没有水分 去挖了一些姜回来 做这样的咸菜最好是比较嫩的姜 老姜不是不喜欢吃姜的可以不加 加上一头大蒜 我说不瘦 把所有的食材都放在盆中备用就好 锅底加热加上花生油 这里用中焦火 加上花椒和八角 在扒上几粒花生 让红色的花生特别特别的香 不要烧糊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特别像鸡哈是香味 锅还是热的 加上酱油 加热 这个锅就是放在盆里面 大焦片 大白毛 一般加苦 人多的都去做一大咸菜缸 加一点盐巴 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做法有很多种的食材都可以做 我以前影片有教大家做过 萝卜的黄瓜 这样腌制两三个小时 马上就可以吃 一般冬天我们晚上都会喝个小米粥 最喜欢的就这种凉拌小咸菜 中间我要加上一点胡萝卜 腌制两三个小时 晚上就可以 做的多就腌制三到五天再吃 味道会更好吃 看腌得很漂亮 尝一尝脆不脆 非常脆 配一碗小米粥 最健康的搭配 好了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